亲友们好,我是四郎,我又来了 今天咱们继续来看2020年象亚的比赛 这局棋红方是玉面神佛蒋川 黑方是象棋大师李汉林 这盘棋绝对让大家大包眼福啊 这两个人对攻太激烈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个情况啊 开局讲出的大兵器禁忆先人指路 黑方李大师的足底炮 红方架中炮 这不准备打中足吗 那黑方补象 红方跳边马 黑方拱边足 然后红方正常处死跳马 黑方继续往前冲 红方拱过来,黑方杀过去 这个局出动速度很快啊 但是由于黑方这个中足没跟 那红方就打中足一将,黑方不是 然后呢,再捕了一手像稳固这行 那黑方就跳马踩中炮 红方把炮一退 这退炮同时还打着边路这个局 那黑方把局长 红方出去捉炮 黑方没有用局保炮 他选择越马盘头 这里形成弹子炮 那么现在双方还是比较平稳的 接下来红方冲兵火马 黑方平局战类量局 那红方也把局传出来 下一手棋很有可能会平炮量局捉马 那黑方就先给马逃开了 接下来红方进了一步中炮 把黑方这个马就给顶住了啊 那红方这个马想上去怎么办呢 他先送了个足啊 红方拱了,黑方就踩了 但是红方没有拱啊 他选择一招进炮 哎,这招其实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是一个可以白持黑方俩项的手段 假设黑方把兵拱了啊 那么红方就打中向一将 黑方是不是得踩啊 红方打中向又是一将 由于黑方这个局跟老将一个被窝 黑方老将没法动啊 他只能撑势 你无论往哪撑你都丢炮 你要是往左,那红方用狙砍炮 你要是往右呢,那红方用炮打炮 你再一打,红方再一吃 这个棋虽然说双方大字相同 但是黑方俩项没了 哎,是这么个套路啊 我们看看实战 当时红方进炮准备打向 那黑方就先把狙离开被窝 进狙抓中炮 那么这样一来 黑方这个老将就能出来了 但是红方也是打中向了啊 黑方又向一吃 红方打向一将 然后黑方呢出将 那么刚才呢是白吃两个相 现在呢是一炮混双相 是这么个区别啊 也就是说蒋春特达弃子攻杀了 往下走 红方进狙抓中路这个马 那黑方上马要对 红方也踩了 黑方也吃了 接下来红方平狙吃足 这里是集结子弟 准备对黑方这一次展开攻击 那么这个局面 如果黑方呢想稳扎稳打啊 他可以把这兵拱了 这个旗就慢慢下呗 红方这里边也杀不死 但是当时李大师呢 想出了一个狠招 你看他是这样走的 他首先回马踩炮 那红方就退了一步 这一退中炮 也就是说黑方那俩炮 已经不是弹子炮了 脱根了 接下来黑方是这样走的 直接架中炮 那个炮不要了 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陷阱啊 旗友们 如果说红方不慎吃炮了 那这个旗死了 首先黑方拘砍底势一将 老帅不得上吗 然后再一将给你请回到底线 接下来炮打中兵一将 你和这个旗 红方有向无非 只能不是黑方拘下底绝上 这个旗算的也是相当准啊 我们再看实战 回到这儿啊 这里当时黑方加中炮 这里不是要玩陷阱吗 那这时候 红方走出一招匪夷所思的旗 他把炮呢 平到马蹄的底下 这招旗呢 是个反套路啊 假设黑方给炮踩了 那红方下底居了 老将一上 再把炮一砍 现在就准备说你错了 黑方砍底是不是杀旗了 红方上帅呗 你再一将人家回去啊 你没有炮打中兵的旗了 所以说这个旗呢 双方都是在互相套路啊 那我们再看实战 回到这个位置 当时红方把炮一平 黑方一算不敢踩啊 他选择一招撑势啊 撑势以后呢 黑方形成连环炮了 而且这手旗呢 又是一个弃子攻杀 接下来红方下底居一将 老将一上 再一将回底线 红方平居吃马 哎 这个马就气掉了 那黑方弃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估计他是希望 红方这个居呢 不要过来捣乱 接下来呢 黑方平居吃中兵 现在可是抽居的旗 红方只能不是 这里红方按理说 应该补左边这个式 这是比较稳健的啊 当时红方将棘就计啊 补右边这个式 你看这个旗把将门 留给黑方 那接下来 黑方把势一落 哎 黑方这个老将可就亮出来了啊 感觉这个旗 红方是不是要被铁门拴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红方没有管他 先把这足够吃了 这里黑方 如果说三马手铁门拴的话 那红方可以加中炮电啊 这个旗呢 是不成立的啊 当时黑方是这样走的 来一招凌空现居 那红方肯定不敢吃啊 吃完真死了 他就躲了一步啊 那黑方平炮再打 红方平局捉炮 那接下来黑方就准备 放手一搏了啊 这里不是捉炮吗 他不逃了 直接浸炮 把项顶死 这招起呢 就是不让红方垫子了 准备强行三马手铁门拴 就看你红方敢不敢吃这个炮 然后红方预面神佛 经过计算他直接给炮吃了 那吃完以后 黑方顺势平局 这里已经形成了死亡三马手 这个棋怎么办呢 这里我估计起力不高的人 都已经投降了 但是红方呢 他早就心里有数了 知道这个棋怎么解 首先下底局一将 老将一上 然后浸炮一将 黑方老将不敢动 他只能动势 最后红方退局再将 一阵毙 刑期至此 黑方投子认输 因为这一将 首先你不能上啊 不然红方平炮打双局了 相当于海底捞月了 那如果说 黑方退降的话 那红方也是平炮啊 平炮以后一眼是打局 首先黑方不能吃炮 红方下底绝杀 陈亚军 这里黑方顽强一点 只能说平局吃兵了 那么红方再过一个兵 那么这样一来 黑方攻势瞬间瓦碟 而且现在红方还多子 迎起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一切就归于平静了吧 其友们觉得精彩的 就帮四郎点个赞吧 关注四郎 我会继续更新 向甲精彩的对局 我们下期视频见